爱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 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 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 轻轻地陪着你等待那一天 这份爱太浓烈 否定你犹豫不决 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 爱是风中的诺言 许下的承诺是永远 绝不会搁浅 当我凝望你双眼 你是否会看见幸福 一直默默守在身边 大老板 薛小姐说直白了 只要是您的房产不租 还要用房产证明呀 我们家胖身变聪明了 严谨 你母亲上个月是不是刚买了一个店铺啊 严谨 六万 对 其实这个地段来说这也不算贵 就是我们的预算有限 方大哥 我们要开的是中国的本土品牌 而且我们有信心跟隔壁那些国际品牌较量 只是我们的资金有限 能不能便宜点 要不这样吧 五万 四万 四万 四四万 你要是能够答应的话 我们立马就可以签合同 这样吧 我给我们店长打个电话 那你快去吧 你看四万不不会太好了 喊喊看嘛 万一四万五也可以呀 反正能少点就是的 房东说了 四万成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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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成交了 是啊 好不容易 有你那么狠心的男朋友吗 又要人家还钱 还要人家付你房租 洗血鬼 你个臭哑蛋 好在那是自家人开的店 倒也放心很多 是不是就开一家店就可以了 那我完全可以帮忙啊 马上打电话给百货公司的汪董 冯月 这个事情你千万不要扎手 你不帮忙就算了 还不要我帮忙 我说冯月 你把大哥的事都懒着做了 你还让大哥做什么呀 知道了 伯父 伯父 我家珊珊就住在这儿 对 你们还打算继续交往下去 当然 我听珊珊妈妈跟我说 她已经离开集团了 是 溜溜想要开一个珠宝店 他们在忙着装修的事情 我实在搞不懂 你要他们还钱 可你又不跟珊珊分手 伯父 我和珊珊相爱 为什么要分手呢 不过 我们薛家两个丫头 肯定会很努力的 但是 就算他们再努力 一千万不是个小数字 要是他们还不完的话 一定可以还完 我可以养着珊珊 直到她还完为止 你 我说这话的意思 不是要绑着你 但是 听你这么一说 我这心 就踏实多了 好 放弹 你是好人 谢谢你 伯父 谢谢你 我想吧 不舒服 我是不舒服你 谢谢不客气 今天有点 我们的 还真是 我预备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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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我感觉 有另一种 隐蔽的缺乏 有时候你会痛苦 然后你会学习 有时候我感觉 整人啊 这味道还可以吧 可以 爸你也吃 好好好 我不饿 这两天辛苦了啊 不辛苦 爸 怎么了 爸 给你说件事 这是什么呀 五万块钱 爸 你不要给我钱吧 不用了 你 你自己留着用 听话啊 你也别小看这五万块钱 你千万就是有很多的五万块抽起来的呀 我知道 但是爸 我不能收你的钱 我都这么大了 听话 听话 收着啊 爸呢 有这些 这点能力 好吧 能帮你多少 就帮你多少 好 嗯 好好的 谢谢 我先帮你一把 你一把 然后阿乔的东西 我们给员工那设计的修设计 没有 有张狼啊 有了了了了 快快快快快 打张狼 快跑到那儿去了 快快快快快过来啊 怎么会有蟑螂呀 这里面 终于逮到你了 一定是隔壁餐厅跑过来的 不行 我们得投诉 这么大一只 方唐呢 人呢 终于备烧了 快走快走快走 方唐啊 我回来了 不是告诉你回来之前告诉我一声啊 你一个女孩拿这么多猪吧 不危险啊 放心吧 是刘刘护送我回来的 我们俩正在为这批主打的戒指发愁呢 你说这宝石是有红色的还是有没红色的呢 红色的消费者比较容易接受 但又怕太常见了 没红色的呢又怕太新潮 就是接触程度比较低 你眼光好 帮我选一个吧 你别动 嗯嗯 没红色的 你说的是没红色 对 这个 没红色 没红色 可是这是大红色的 可是这是大红色的 以后关于红色系的问题 不要问我了 为什么呀 不锁入 锁入 色弱 你真的有色弱吗 什么颜色 这什么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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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弱 我哥有色弱 我这个当妹妹的金儿会不知道 据我所知啊 这个色弱呢 是会经常发生在男性的身上 什么大红色啊 桃红色 在他们的眼里都是一样的 所以你说我们为什么 逛街的时候 一定要让我们男朋友 帮我们选衣服啊 他们太无辜了 老别我们骂 那我们得给多少天底下 男人平反呀 郑奇 言轻 你们俩不会有问题吧 我没有啊 所以嘛 我永远都是个当创意总监的料 而我们封大老板 就是当大老板 就是当大老板的料 那有什么呀 大老板只要认的 钞票是什么样子就好了 是吧 有道理 我说你们这么公开的 聊别人的弱点 这样好吗 好啊 好啊 那既然大家更开心 我们跳舞 所以 所以 你右手手指指手招 还没完全好啊 那你自己的那么漂亮 一定下了不少苦嘛 我发现你最近的现象娱乐 就是搜集我的缺点 我们俩在一起 那么长时间了 我们俩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 我总得多了解你一些吧 像你们这种大老板 想了解谁 花钱派人去调查就行了 像我们这种小老百姓 就只能从生活中的 点点滴滴 去发现 去了解 是不是 就是这样 这小嘴儿越来越会说话的 跟你学的 好吃吗 你不是吃丝瓜呀 你怎么会点丝瓜呀 我最不爱吃这个了 现在也会挑食了 这也是跟你学的 这也是跟你学的 你怎么不跟我学点好的呀 你们俩好 不欺负我 好 亲爱的你跟这个盆栽是有仇吗 明知道我对这些花花草草 不感兴趣 还硬要我温暖 自己动手 移情养性 你就是爱折腾人 大假期的人家珊珊都不能休息 还得出门赚钱 还你这未婚夫 说出去都没人性 我都替她叫去 我觉得我这个决定实在太好了 她现在开始注意到我了 开始注意到我的缺点 注意到那个除了集团公告 还有往个礼拜的人 你知道吗 她现在开始学会挑食的 她已经学会在同等的高度看我了 而不是养生 都是男人呗 她给我解释一下我哥这什么逻辑啊 下酒就要开幕了吧 是啊 但是还有一批 数据来时的坠子被大姐困在了南非 来不及空运过来 你说这不是百明了要开天窗了吗 嗯 你又管财务呢 这个也要烦恼你 当然了 过中休就花了一个多星期了 如果第一个月还没有打平成本的话 再这么拖下去 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还你的一千万呀 好 你该要注意身体啊 嗯 连那一千万还没还 就把自己身子累坏了 我会整晚你给我生宝宝的 嗯 对 我不能太累 我要尽快把那一千万还给你 然后我要跟你结婚 然后尊真正正的成为封太太 再让你们封家子孙满堂 先说不结婚的 可不是我 这一千万还真值 让我们两个像真正的情侣了 让我们两个像真正的情侣了 看神 晚安 呻 嗯 你看哈利 好 好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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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上珠宝》呢 是由我和我表姐 共同创立的一个 比较时尚的珠宝品牌 我们主要都是请一些 比较年轻有为的 国内设计师 来为我们全新打造的 比如这一款 大家最近都有看过 《来自星星的你》吧 这个店呀 可是我未来的大嫂 和她的唐姐一起成立的 你们可要多多支持啊 你哥是什么人物啊 此公司开幕 还需要我们大家的支持吗 当然要多支持啦 只有这个品牌做起来了 他们才可以 心无旁无地结婚啊 快过来看一下吧 这里设计得还不错耶 整个都挺简单的 这里呢 都是我们今年的主打款 每一款的背后 都有一个小故事 您可以上前拍 好 冯大哥 梁先生 你好 谢谢您 一会儿来个招呼 洪洪 你怎么在这儿啊 来做设计助理 所以也不好事先给你打招呼 你先忙 好 你认识王洪 是啊 她是自己过来应运的吗 是啊 她在国外是学主宝设计的 刚回国也没什么工作经验 这是她第一份工作 你怎么认识她 你怎么认识她 达达可是上海市首屈一指的 大企业奖 看来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更换可作银行的 你 你没认错吧 面试的时候她还特别拜托 我们要给她一个机会 在珠宝方面 她确实需要一个机会 不会吧 不会吧 好 我是风尚品牌 简称FS 这是我跟我堂姐 一起创立的珠宝品牌 其实珠宝的真正价值 是体现在于这个宝石的原料 还有这个工艺的本身 你看那些国外的珠宝品牌 对 我们店里也有呢 但是我们品牌 阿小雨萨 不好意思啊 失陪了 让我们去看一下 珊珊 你怎么把黎叔的订婚礼 追你的销售中心啊 就让她生气了 不会的 不会的 我送了她一对耳环 她说了 金不亮 最好呢 从这个月就开始还钱了 黎叔现在也当真起来了 不错嘛 突飞猛进越来越好了 对名牌才是认识起来了 下次咱们逛街的时候 没有借口不满了啊 我这是赚钱的真实 不是花钱的习惯 我现在还负债 我跟你说珊珊 你看这 胡太太 欢迎一样人看到自己的女儿 这么漂亮地出嫁 一定会非常地保险 谢谢你今天让我以哥哥的身份 把你下出风家老街 记住 我还有风月 永远都是你的家人 好兄弟 好兄弟 照顾好带 嗯 放心吧 我 sat凌 你一定要阮痕地 阮痕地 我感觉要怨慎的 你一定会心服的 好 莎莎 厉叔 祝你们幸福 如果郑奇欺负你的话 跟我们讲 我们帮你出去 莎莎 我至于当你在祝福我 我一定会幸福的 我一定会幸福的 快走吧 走吧 走吧 我一定会幸福的 好 其实你还没有想过 赵总帮我们的婚礼吧 没关系 还有一年的时间 慢慢想 我的确没有想过 要办什么样的婚礼 你们家的婚礼 也不是我们想得来的 但有不喜欢的吗 其实我不喜欢庭院婚礼 要配合天气 太没有安全感了 我也不喜欢气球拱门 既浪费钱 要不环保 我也不太喜欢上新闻 但是我知道 你的世界婚礼肯定众所皆知 所以 结论是 结论就是 没有结论 让我好好地想想吧 删除法是个好办法 删除法 不知不觉 我跟风腾之间的关系 好像有了变化 我觉得自己不再像是 她身边的挑菜工 小跟班 而是静正的女朋友 面对事情能一起讨论 一起解决 而风腾似乎也乐在其中 好 总之是好的变化 你看 删塚 这是我帮你买的早餐 谢谢啊 不过我平时不太吃早餐的 那怎么行 你工作一天那么辛苦 以后你每天的早餐 都我帮你准备 真的不用了 还有 你应该叫我柳柳姐 你看着真的很年轻 送早餐啊 这么好啊 有没有我的份啊 我先去工作了 早餐记得吃啊 你给我吃了 这个王宏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呀 送早餐 你能不一大早就八卦吗 人家王宏比我小五岁 当我是个姐姐而已 是吗 小五岁呢 年龄不是问题 有爱就行了 今天是月底结算了啊 你还不快去工作 哎呀 月底结算 好吧 那我去月底结算了 爱心早餐 这五十万呢 是封上这两个月赚下来的钱 先还给你 经营店面需要现金 这个你们先留着 那怎么行呢 今天赚的钱就得还给你啊 怎么 嫌这五十万太少看不上眼啊 等你什么时候赚足了一百万 再跟我谈还钱的事 对了 前方社打电话来 说有一个阿姨要回你们老家 要不要带一些家乡的土豆产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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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下个月 FLS的业绩可以破百万 我跟你带两份 君子遗言四马难追 难追 对了 我要去摆个工资 嗯 颜色挺好 太肥了 来 过一件 摟太多了 不行 我再去挑一挑啊 珊珊啊 你到底要挑什么样的衣服啊 下个月初 就是风塘集团的年会了 中尚最风塘集团子公司之一 代表 我有四个集参加 这次我志在必得最优雅女士 可是你不是一向 对这样不切实际的头衔 一点兴趣也没有吗 我这次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这是为了投资 你想啊 如果我拿得了最优雅女士奖 大家能够注意到 我身上的珠宝吗 这可是推销风尚的绝佳机会 而且不用花一分钱 去买平台的广告 原来是这样呀 对呀 多划算 颜色太重了 我再去挑挑 走 它不会走火入魔的吧 哥 深山还在里面呢 都准备了一下午了 不会吧 珊珊竟然花一下午的时间 梳妆打扮呢 可不是嘛 你们都不知道吧 这一次我带珊珊去跳洋装 她特别地认真 她不停地问我 哪件衣服更好看 不停地问我怎么样 可以把首饰给推销出去 不会是你把人家逼太紧了 为了还债 她走火入魔了吧 不了解她吧 能让学生生走火入魔的 只有 回来 交给我 我们都知道 对 我会给你 我带着 你什么 打电话 我带着我 我带着我 太坚弱了 我带着我 橙江 黄红 溜溜 你怎么还没有回去啊 我等你啊 等我啊 对啊 我送你回家吧 谢谢啊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回去 来 聊聊 现在颁发的是最优雅女士奖 得奖的是 薛珊珊 好 谢谢薛珊 谢谢 谢谢 薛流流你很可以的 两个月不见又帮她打款了 薛珊珊 尤城浩 你终于出现了 你要是个男人的话 就赶紧把那一千万还给风家 一千万 花了 这么短时间你就全花光了 我尤城浩是个非常重视事业的男人 拳头事业啊 要不是当时你去风头那儿多嘴 那虚拟货币的负责人就是我了 那我至于成现在这种地步吗 难道负责人不是你 你就可以拍屁股走人吗 我告诉你 你卷走了公司一千万 你是违法的 一千万我会再赚回来 行啊 石溜溜啊 这店规模不小呀 拿我爸那五百万开的吧 你要干什么 我发现我拿走风头那一千万 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影响 可是我爸这五百万 可不是给你用来开店的 尤城浩 把钱还给我 否则我就告你去 好啊 那我现在就报警 看警察先抓谁 报警 你个臭娘们儿你还想报警吗 你要干什么 你放开我 报警 报什么警你放开 你想干什么 你谁想看别管事 喂 刘刘 我在参加婚的年会呢 刘刘 你终于接电话了 你怎么了 打这么多电话 刘刘刘 找上门来了 什么 刘刘 刘刘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都是网红帮我挡架的 小卡斯 小卡斯 像有尤城浩这种人 往往都是豁出去要请不要命的 下次你们一定要报警 当然也要注意点方法 不要硬着来 好吧 好 那你们先休息 辛苦了 那你们走吧 谢谢 谢谢 尤城浩已经被带进公安局了 我已经有言情联系过律师了 这两次的事情会一并处理 你给你家人打电话了吗 不用 医生也说了 就休息几天看看头还晕不晕 要是不晕就可以出院了 不用惊动他们老人家了 我想尤城浩一时办活 也出不了公安局 你们两个忙了一晚上年会 都累坏了吧 快回去休息吧 我在这儿照顾王红就行了 对对对 风大哥 你们就先回去吧 我真的好得很 这个家伙都已经被打伤了 还想找机会跟刘刘独处 看样子是真喜欢刘刘啊 那好吧 那你们早点休息 我们就先回去了 明天你们就别去公司了 我明天一早到公司去处理就行了 再说吧 行了 你们两个快回去吧 行 好好休息 你还站着干什么 快坐下 你头发疼不疼啊 有一点 你不觉得王红很喜欢刘刘吗 指着她看起来年纪太小 好 刘刘刘一直拿那个当挡箭牌 不过据我观察 这个王红啊 确实比同龄的男生要成熟许多 沈沈 嗯 从明天开始 你不要去上班了 为什么呀 出宝店本来就有风险 如果有一天王红不在 遇到怀人 你们两个怎么办 这次只是意外 我们得有保全系统的 你放心吧 如果遇到歹徒呢 大不了他们要什么 我们就给什么 总之不会起争执的 你们两个是女孩 如果他们要的不止是钱呢 风腾 你想象力也太丰富了吧 不会发生这种事 您太没有安全意识了 我现在告诉您 那一线都不需要反乱 没有欠债也没有还债 你不用去了 不行不行不行 珠宝店不能 因为邮程浩这个意外 就就就就不继续下去了呀 珠宝店是因为一千万而开的 你听到我说了吗 你不需要去了 风腾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 但是珠宝旗舰店 不光只是为了赚钱 它还承载着溜溜的梦想 流流好不容易踏出了这一步 我不能因为邮程浩乱来 我就 就就把她一个人丢下了呀 是不是 就是说我不需要你还那一千万 你还是有经营珠宝店 风腾的脸色这么臭 我能跟她说实话吗 嗯 那个 那个 我想今天真的是吓坏大家了 你 你说的我会好好想想的 你可以想 但这是我的酒店 凤先生早餐也准备好了 好 谢谢 感谢 你还是要去上班是吗 那个 昨天已经让王红和刘刘休息了 今天我要是再不去的话 那店怎么办啊 方腾 我真的没有办法眼睁睁地 看着刘刘一个人孤军奋战 你们的公司可以存在 当时不要有店面 免得人人耳目 我昨天晚上想了一个晚上 就是说过害怕是假的 但是想想 像我们几百万投资的珠宝店 都要面对这些危险 那要像你们奉腾几百亿的集团 我想你一定是水里来河里去的 这样走来的吧 虽然你很强大 我只是一介弱女子 但是面对这样的风险 我都挺不过去的话 那我今来怎么能够配得上你呢 遇到邮程浩这样的意外 我就躲起来 那不论是从外在表象方面 还是从精神层面 我都没有资格配得上你啊 对不对 玄珍珍 你真的是越来越有主见了 我可是想了一个晚上 这些连吹带捧的话 哄你呢 虽然脸色不好 但是风疼也没有强硬地 阻止我去店里 应该算是过关了吧 两位大哥 两位大哥 今天珠宝店不营业 你们不用这样吧 封先生交代 珠宝店二十四小时 必须有保安人员 是我的 喂 冯腾 那个 你找保镖可以理解 但是你说 连我都有提升保镖的话 会不会有点太 私底无言三买两了 你坚持要继续上班 我只能这么做 那你说珠宝店门口 一下占两个保镖 这样会不会太 太吓人了 那你说这样客人还敢进来吗 你的安全由我来负责 但是你们店面的生意是由你来负责 许珍珍 在这个事情上 没有商量 你投入就害怕失去 如果开始是为了别离 注定这是没有结局的结局 明知道和你没有输赢 可想你还是惊不自己 心疼的告诉自己 该忘记这样的关系 还想你总是顺不由己 明知自己填自己 也无法再哭泣拥去 说爱你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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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你 爱你 爱你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